今天很有性质 今天是讲两个 今天是要什么 处理叫日更 日更两次 就是一天就更新上两次 今天接下来 我再讲 就是我所记忆中 我所了解的 甘肃京城兰州的 甘肃京城兰州的 大院子弟的 大院子弟的一些情况 我所了解的 大院子弟 京城兰州是我的家乡 是我的家乡 我在那里比较了解 而且我为什么说 这个大院子弟的 因为我们当时生活的环境 就是属于大院 就是大院的这种环境 大院环境 大院子弟在中国 大陆很有特殊的一种指向 我都通常讲的是一种 比较大单位的这个 大单位机关的这个家属院 家属院是大院子弟 通常在某种境下 特指的就是军区的 部队的大院子弟 是吧 部队的 有的时候说大院子弟 人家想讲 就是部队的大院子弟 是吧 当然这个部队 也是大院子弟的组织部分 但是不止 部队的大院子弟 其实还有一些 反正一般来说 这个大院 就是一般来说 指一个比较大的单位 比较大的单位 他们的家属的 有很多的家属楼啊啥的 在一起构成一个家属区 家属区 这种 我们叫大院子弟啊 这些 他们的后代的 孩子们 对吧 就兰州来说的话 我算了解的 兰州呢 兰州的话 就是说 既有我们 某种特定与境下的大院子弟 也有就是泛指的一个大院子弟 是吧 特定与境下的大院子弟 就是一个是啥 就兰州来说的好 就是比如说 就是军队的 部队的大院 兰州大家都知道 有个全国 管辖面积最广的 最大的一个军区 就兰州军区啊 现在当然已经 就是有战区调整了 是吧 现在就是有些人家 可能是什么 东部西部战区 那西部战区的组织部分 西部战区 那现在不知道怎么闹的 反正以前是 以前是十一大军区 十大军区 七大军区 其中当然就有兰州军区 关墙面积最大 我们所了解的 用于生活那个地方 离兰州军区的大院很近 兰州军区那个是陆军司令部 那就是在南昌路那点 兰州军区 兰州军区 都有一个了解 很多的大院子弟 那里的就是在一个院子 一般人也进不去啊 门口都有士兵 东南西部四个门 都有士兵 没有北门吧 就是东西南三个门 都有那个士兵看守 一般人进不去 那个是兰州的南昌路 位块 南昌路的这个也挺有意思 南昌路的韩语比较少 是个平亮路 很少 然后从南到北 和那个天水都从南到北 是并列 是这种这样 也是这样 挤横挤重的 结构 那个平亮路的话 然后北边一直 持底兵和马路 妹妹呢 就是以这个 南昌路十字为界 以东边的士兵上 东边是这个 兰州军区大院 西边是甘肃省委大院 甘肃省委大院 不是省政府大院 省委大院 甘肃省委大院 省政府大院 好像在那个 以前叫中兴广场 兰州应该 东方红广场 中央广场 小的时候叫 东方红广场 还叫中 中兴广场 反正有些时候 有点confused 搞不清楚 说以前那个 中央广场 好像是那个 省政府那个 那个花坛的那个地方 是 那个地方 省政府大人 不太了解 也是个比较大的大队 因为甘肃省委 省政府 这都是部级单位 什么部级单位 里头的子弟啊 干部啊 家属啊 都比较多 但是因为我们 跟那里面有交集 我们所了解就是 应该叫 有个地方叫大教梁 大教梁这个地方啊 按这个历史上的点故 查了一些地方制啊 上次 我看啥 为啥叫个大教梁 大小的大 教师的教 梁是那个房梁的梁 那为什么叫大教梁 据说是 好像是乾隆嘛 康青年间的是一个独场 不是独场 教场 教场 教场就是检阅军队的地方 不是独场 这是个独场 检阅军队的地方 就是大教梁 那个时候可能是清末嘛 清朝中期嘛 清末 那个时候可能有 助于部队啊 助于部队 叫教阅军队嘛 那个叫 就是校阅 就是校上校学 但是他们一变的时候 动词的时候 叫教阅军队啊 嗯 那个我们所了解的 因为我们这边 这个内面大教梁 那个院子里是 这个神尾的大院的子弟 啊 然后内面的啊 就是马路啊 对面就是军区大院的子弟 这两个大院子弟都比较有特点啊 神尾大院的子弟呢 一个特点就是那个 那个神尾大教梁的院子吧 啊 那个离离平常温元亭 那个地方就是 好多里前就是怎么说呢 那很多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小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 父辈都认少 都是在神尾工作的啊 都是呢 算是在甘肃算是大单位了 算是也说的 可以说是 甘肃的怎么说 甘肃的甘肃的那些 高干子地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是一般的人家 不是高干子地 但是在那里 确实是高干子地比较多 啊 因为很多你就是 父母上供职的单位啊 最起码父母有一方 可能就是甘肃省委的啊 省委的那个处事啊 所以你住不到这个院子里来 啊 那就是我说的最早的80年代了 七八十年代 开始那楼一号 二号 三号 这些建起来 包括后面的啊 当时九十年代 建的那三栋高层建筑 但是后面的好像就是 人家住的比较杂了 后面的有些人就是 因为省委的家属 干部也比较多 在其他的地方 也建家属了 慢慢就 那个大院啊 就住的杂了 有些就是 其他地方的人 租的买的 冠军的房子 产权就搞不清楚 有些人就是外边买的 外来户也站的也很多 啊 也就父母也不在 全家跟省委也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好像也在那里 这就是省委的这个大院子 省委大院子弟当中的这孩子呢 从小一起玩 很多都认识 都很多都认识 对 这个基本上就这边的就是 省委大院这个子弟 大家两个院子里边 大家孩子都比较清楚 都比较熟悉 一般上学都在 邻近的几个啊 这些学校来上学 对吧 就是甘肃省南州市的 书一书二的大学 不是小学吧 十番型小学 所以现在可能是 南州市最好的小学资源 都在那啊 而且辟邻兰州一中最好的 兰州来说的 中学的天化版 中学天化 当然有人说什么 韩语词堂 副东王兰联一中 那些人一上 那些都不在中兴市区以内 那中兴市区就是 陈冠居这边 就兰州一中啊 德天独厚 师资啊 圣员都是德天独厚的最好的 然后呢 你比如说 就是兰州军区的这个院子的 那我们因为是过去的经历 所以接触过军区的 达尔的子弟 那更像一个军区的子弟学校 因此兰州军区的大院子弟 就是怎么说的 就是以 比如说甘肃神尾大院 这孩子们 这个父辈的主要是 文官为主 那么甘肃神尾 兰州军区大院的 这个孩子的父辈嘛 就主要是武官为主 就是军官为主啊 就是部队大院的 部队大院的 我们也接触一下 我们刚才有很多的同学啊 都是部队大院的子弟 嗯 就是父母啊 有的时候一般 像初中啊 高中那时候 父母一般都是 孝季军官为主啊 低的也是一般的 少校吧 好像很少有少校以下的 啊 大的 高的 还有些大校 就是父辈啊 你比如说初中的孩子啊 十五 初中的 初初高中的孩子 十五岁 十三四岁 十五岁 左右 父辈就是大校啊 那就应该家庭条件 很六月啊 就大院子弟有这个特地 就部队大院子弟 包括这个省委的这个 省委的这个机关大院子弟 都是家庭条件在市里头都算不错的啊 虽然是不是做生意的人 但是薪资吃国家工资 薪资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啊 不不算 呃 而且还有些人 还有可能有些地关半职啊 有些人甚至 难道于他 在从地方上来说 都可能是领导干部吧 先出级以上 就非常普遍啊 而且你像省委大院 这边很多的这些人 经常 南中人一个吃牛面的毛病啊 就是吃 也不是毛病嘛 习惯 你像一个那边就有牛面馆子 军区那边有牛面 省委这边 省委的这边的牛面馆子 你可以见到很多的啊 无论是身份高提 都在牛面馆子早上吃牛面的 对吧 有的可能是厅局长 有的人可能县处长 对吧 有的是一般干部 有的人啥也不是 一般频道老百姓 那些都在哪 会很熟 那个圈子 就是跟一个社交的场所 那个 军区的大院的那边 军区食堂也经常做一样 可能他们那边 军队吃的吧 军队的那些人 也经常见面和熟 我记着 以前那个南昌路的食堂 不仅做牛面 那还是 史兰州少数 几个不是说是 回祖穆斯林同胞来经营的 它是主要军区的 可能不光是那个啥吧 回祖穆斯林人 可能就是 来说的 就多数军区 就是汉族经营的吧 少数 因为他还做包子 那个包子 好像不是那个清真食品 但是他也做牛肉面 但是一般南昌的牛肉面的话 一般都是回祖穆斯林图 做的比较地道 但是那家 我记着南昌路 那个军区的食堂的牛肉面 还做的好像不错 而且军区食堂的 怎么说呢 我们以前就是神尾大院 我得了解这个军区的 军区大院里边 那个条件也不错 因为有冰棍厂 冰棍厂 我记着我们八十年代的时候 吃的时候 几分钱 两分钱 一个嘛 三分钱 一个 橘子气壳冰棍 白糖冰棍 豆沙冰棍 雪糕好像一毛钱一个 而且他们的也有食堂 神尾大院也有食堂 神尾大院 食堂一时段时期 军区的那个院子里边 一直都有食堂 买个馒头花卷 便宜 而那些孩子们也都 就是军区大院和神尾大院 孩子有点特点 就是比较早说 很多人都对这个 什么官人官室 比较都了解 你爸是什么级 对不对 你们家是什么级别 什么县级 尤其部队的这些子弟们 他们因为好像部队 他分那个不同级别 住不同的楼 他们都门请 所以说我们以前说 这北京的时候 什么大院子王树 还有一些人是大院子弟 那我们不太了解 但是属于精神的结构 在兰州也叫精神 兰州是金色的 兰州也叫大院子弟 兰州大院子弟就是 以大教粮那一带为主 南昌路大教粮人 就是神尾大院和军区大院 这些孩子的子弟的特点 一个是 一个是建过一定的市面 从小家庭环境还算不错 建过一天的市面 比一般的就是家庭的孩子 可能从小接触的人 要多一点 杂一些 所以看到的眼界 应该在甘肃省兰州市来说 是比较高的 甚至于就军区大院 有一些孩子 他虽然父辈是少 但是父辈也许不是个少 但是你知道爷爷背上 有些都是将军 甘肃省兰州大院 有些孩子的话 有些分我们所知道的 据说是甘肃省 最早的一些 比如说省委书记 省长记 省记干部的也很多 几个省长都在里头 住着的最早 所以这孩子们 市面见的市面比较大 也比较早熟一点 对行政的 迎来送往的这些事情 耳濡目染 比较 可能是比较早熟一点 但是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比如说军区大院 那些子弟 像我接触的 接触的确实是非常多 几年时间 普遍的来说的话 就是家庭悠悠感比较强 当然 省委大院也是 但是军区大院的 可能因为军队的公司高 待遇好 还有好多的 一些可能一些特权 他们那个悠悠感都特别的强 而且我觉得学习好 不过 专门爱学习的不多 整体 尤其军区大院的 孩子爱学习的成不是特别的多 学习方面吃苦的不是太多 这点我觉得 这神委大院的 也好很多 神委大院因为那以后 很多的父辈 秘书出身 秘书出身也是属于文官当中 还是比较助政教育的 重视教育的 还有些不对大院的 有些孩子 但是一些缺点 也是一个吹牛 再一个就是他们 我们中学时代的时候 就是 哎呀 有好多的这些 而且感谢他们的食物 食品供应很好 经常也家里 午餐肉 军用的罐口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的楼啊 就这个南州军军 那个院子里 那个小院子 大院子 几个 司令部院子 政治部院子 后勤部院子 那院子里的那楼 不显山不露水 看着外头都是童子楼 里头房子 进去都别有冬天 房子里头都是木地板 所以那个楼 都是苏式的楼 但条件好 但是也有些 还有些特点 就是说大院子 有些大院子 尤其家庭 条件很好的孩子 有些孩子 还比较单纯 他虽然见过这世面 但是可能是路走得太顺了 像我们见过 不提姓名了 因为就是大校的孩子 特别的单纯 其实他 可能家庭也比较严吧 家庭比较严 平时一点也没有那种 交涉引力之气 平时也没有朴素 而且呢 好像没有 经历过社会的艰辛 比较单纯 几个都比较单纯 所以怎么说呢 在各个地方都有好的 有不好的 就是有一些他优点 有点缺点 但是这个大院子弟 的确有很多的特点 除了这个我所说的变形 大教练南昌路为主的 省委大院和军区大院的子弟之外 还有一些大院子弟 你比如说兰州大学 他有一个特殊的兰州大学 有一个副部级的高校 全工业的高校 他一些大院子弟 高校大院子弟 他也有他的特点 这个跟那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地 因为他父辈都是一些兰大的教授啊 老师啊工作人员 那就跟这个省委大院和军区大院的孩子 又有一个特点也不一样啊 我们以后有机会讲兰州大学的时候 在里边就分别讲 还有些就比如说厂矿大院 兰州有几个过去的一个比较大的国企啊 有些现在都已经不在了啊 已经就可能重组啊 什么破产啊什么的 调整 有现在有些不在 比较大的一个 比如说就主要吸过去 就是过厂矿子弟的基础地 比如说蓝链蓝化是吧 全国有名的这个化工企业 还有一些 比如说是兰州郊区的这个 还有一个蓝钢 蓝钢厂 还有一个蓝钢 蓝钢在全国不是很有名的 还有什么 我们记者就是这个城关区附近 什么二毛厂啊什么家属 那些都属于是大院子弟 那属于厂矿大院啊 厂矿大院 这厂矿大院的是怎么应该情况的 我们也有几个朋友是厂矿大院的 几个人家说都是二毛厂三毛厂的 就第二毛厂之厂 第三毛厂之厂 还有什么厂的 还有什么厂分厂的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生活的环境 没在那个院子里做过 所以对那些院子不是太了解 所以我了解的就是 就是最熟悉的就是南昌路 大教练南昌路的这个大院子弟 这些中间也出了很多的名人 演艺界的现在也有 主持界的也有 学术界的也有 什么人都有 反正在全国都有点的知名度啊 我们就不一一说明字了 反正给我的这个成长呢 留下了很深的很深的印象啊 很深的一些印象 也发生了很多的其他的地方的 可能地方的社区里 不曾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有很多的消息的话 一个大 二月子弟他们这个大院里传的消息 大家都忍尽皆知 反正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景 居住独特的居住个体 形成一个独特的一个文化景观 这个大院子弟 也形成一个大院子弟的一个现象啊 也会 也有它的特点啊 今天就啊 这个兰州的这样一个啊 属于齐北重镇的这个 蓝州的大院子弟的 我所了解的 给大家介绍了一点啊 那现有时间关系 咱不能再说的太长了 咱说的太长 嗓子也哑了 那有机会 有兴趣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进步来交流啊 那就是提问啊 啥的 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点击与这个 点赞 转发与这个订阅啊 最主要订阅数啊 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多多支持 把这个订阅数抬上去啊 抬上去以后 我们再做更多的节目啊 我们就是 不是为了什么 就主要是为了大家 就是开心乐子 有时候 哎 跟大家交流啊 就是自己 哎 说 好 再见啊 你就今天到这里 拜拜